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失散多年的丙姑娘那2020年的第一天我就来录一个这个这个我2020年打算要用的手张本的这么一个视频那也祝大家新年快乐虽然你们可能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不知道过程的时候还在不在1月1号啊 因为我这个这个小破桌实在是塞不下只是给大家看一下他们有这些然后我一本本的给大家给大家说这个是Hobo的五年我之前用的一直是那个Middley的五年但是我那个五年其实没用完我那个Middley才用到第三年可是问题是我实在是用不下去了因为Middley的那个五年它没法平摊没法平摊的话你中间寄到某些页的时候真的是哇痛苦 但是Hobo的五年就可以Hobo的五年哪怕在中间它也可以平摊中间的页也可以平摊但是但是那个什么Middley的那五年不行Middley五年你到中间就变成这个样子了然后你哇真的是太痛苦了实在是我实在是忍不下去了我就买了一个Hobo的五年 基本上五年的手张本是一个新的然后呢是 呃灌场我会有一本这个是那个谁那个CumberCumber我就说我虽然狂喷了他们家的过散纸但是他们家进口纸还是不错的就是他们家的A5的这个这个本子 A5的本子因为你看它这个它不像就是Hobo啊或者说其他那种一日一夜啊会有太多的内容 就是说会有什么tutu啊或者说一些乱七八糟的内容呃所以说它就是特别适合我这种人拿来当呃我的A5每日基本上都是用来写乱七八糟的感想的 就是脑内活动我每天有非常丰富的脑内活动然后就会把它们寄在我的A5上 有的时候会写一些写写我的梦啊然后有的时候就是一些脑洞啊或者说一些揣测根据某一些事情然后突然产生了揣测 然后或者猜想会在上面寄一下所以这个基本上都是我的脑内给大家看一下这个CAMBER的这个这个呃前年一日一夜本啊它前面是这个日历夜日历夜前面还有吗没有了 然后呢就是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月份的这么一个计划吧反正基本上呃我是不太怎么用这个夜啊这个夜到后面就被我被我写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因为主要是因为我的A5是就是这种一日一夜的A5我基本上是用来寄脑洞的嘛那我就没有什么那什么了 但是正常的话其他的一些我其他正常的那种A5是有东西寄的这个上面基本上是用来寄每一天呃用的我之前我去年用的是就是我去年寄的时候是每一天用的什么笔和什么摸水 但是今年我可能会想一下脑洞的主题但是当然笔和摸水也会写啦那可能下面再多一个脑洞的主题吧 就这个样子它这个前面就标准的月计划然后它不像Hobo它不像Hobo里面会有一个时间轴它到后面之后就直接是一日一夜所以说呃再一个也是因为它便宜嘛 就它这个布局也非常适合我这种适合写脑洞的所以呃我就用它做我的脑洞本了 然后呢这个这个这个本子这个本子是我打算用来做我的工作工作项目计划本 它是它这其实不是一个本子啊它是一个封套没有两个本子我这个本子就是随便塞在这的 因为我这个就打打算拿它来记录一些平时乱七八糟的东西了还没有用啊 这个本子是呃我主要是介绍的本子就是它这个国语的这个这个2020Diary它是一个非常 它这个它这个这个月计划和周计划是分开的 其实我有这个时间轴了我每一年都特别喜欢用一本时间轴和一本这个这个Wix肯定是不定的 然后现在看一下内页吧它内页是呃这有一个2020年的全年计划表 如果说你有什么工作上的项目吗或者一些重要的日期啊都可以在这个上面备注一下 这个是如果说你用在工作上的话反正这个全年表嘛大家都知道怎么用 你就在上面写就是了在上面重要日期提前先把一年的都啪啪啪标注出来 比方说你跟女朋友记得日啊万一你要忘的话你等着等着 然后各种各种各样什么生日啊祭日啊然后乱七八糟的一些什么什么东西 呃它这个上面前面有一个呃关于它这个这个手张本的一个介绍 基本上哎 也没有不好看呢你这只开后面就行了 它有一个2020年的年间目标就是说你全年的有什么目标 然后包括这边是它的月目标你可以说全年12月有什么目标 这个可以说你的因为我是拿它来做工作的规划的嘛 所以说可能就是你你今年期望的年薪啊或者说你期望你在事业上成就啊之类的 嗯就是此类的东西吧反正 格子是那么个格子但怎么用完全随便的嘛 这是个list这个这个list其实有一点短 我是非常需要用list的人所以说嗯他这个list可能我会他这个当然你爱干啥干啥 我这可能是列举一些比较嗯年度内的项目之类的吧因为他就很少嘛 他这个本子最有意思就是在这块它是月计划和周计划是分开的就是说我可以说我前面的因为月计划只有12页嘛 呃12月份的先先滚出先从1月份啊就就我比方说我这边1月份的 我第一周1月份第一周然后1月份的第二周我我写到下面的时候他这个这个周计划一直可以跟月计划相对 这个就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点但是我不知道实际用才怎么样因为我这个还没有开始用嘛因为 呃年底也不会有什么项目啊年底基本上该该节都节了没有什么新的项目所以说我这个还没有用 用的时候试试吧看看这个到底怎么样嗯我是在买的时候我的想法是说你月计划在这儿然后你下面周计划可以不断的翻吗 然后这下面就包括每天要要做的事项啊反馈啊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时间轴我还是很喜欢时间轴的然后上面就是你可以而且他这个他这个月计划的字很小 他不像一般来说月计划的字很大就是这种日期会很大然后周围的 可能还跟你写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挺挺挺战事先的他这个月计划我就觉得他他格子特别的空白然后就特别适合做那种项目进程就当你在上面一个个项目从几号到几号然后当上面出现重叠的线的时候啊 我真的是为什么会展望这种美景呢不应该展望这种美景的加班的时候不够那天 嗯这个是我提前贴好的一个胶贴啊这个是一个当书材用的他到后面之后就是这种 嗯list他这个list后面这部分的list就非常非常的赞 我可能会写一些呃我的list基本大多数都用来记录采购的东西了采购啊什么东西啊报销啊之类的嗯做项目肯定会需要这些东西嘛平时你生活用的话也会也会有出现这些东西反正 我需要大量的list真的是真的是超大量的list还有一些奇怪的想法之类的反正就觉得每天土度土度真的是用不完会一天用完一本封信本那种感觉 后面就是空白的了后面就是方格页标准的方格页 然后呢到最后就是一个整页的方格页但是后面这个没有几页啊整页的这个东西没有几页 反正我觉得这个本子还是很适合做项目就是工作的那种笔记就特别适合那种做项目的 然后呢这本放在最后我因为我超级喜欢这一本 我主要的本子可能是在家里面用的最最频繁的应该是这几个本子 这个是那个国语自我的那个今年新出的这个B6尺寸的这个玩意儿 因为我这个已经开始用了它从10月份就开始了 所以说我给你们看一下它的内页就行了 或者你们搜一下不是你们好像介绍过这一款 它前面也是有一个这么一个年计划 就是每年你可以重大事项啊什么的都搞上 然后后面呢是有一个今年的目标还会有一个它这边是目标 然后这边是你想要实现这个目标 你想要通过什么行动来实现这个目标 后面后面就是相当庞大的list 我在这上面呃反正有一些很乱七八糟的list就是了 我这上面包括我的我想把屋子里面一些老老旧东西全部都换掉嘛 再把墙层再刷一边还有些哎呀防水啊老房子的防水啊外墙的防水啊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想打算大整一下 然后所以说我有一个页我一整页都是嗯房间整理就无翻新 还有就是我买的一些手工道具的list 然后就是一些哎反正这个这个大家都可以自己看嘛嗯比方说我这还没有写啊就洗户啊化妆品啊包括你平时家里面需要替换的什么东西啊那种 当然看你看你用的范围啦洗户化妆品我觉得是还蛮多的比方说尤其是洗发水 我觉得我洗发水能写满一页一年下来我就不信我用不完半夜的洗发水 嗯后面就是很标准的这个这个我找一页没写过的 二月份他没有写过就是他是这种样子的 然后他也是最让我感到快乐的这个东西 就是说他的打卡放在了月计划下面真的是超赞 要不然的话打卡真的好难打就是不是好难打就是你觉得来回翻就会很暴躁 放在这块的话就打卡的话就就很舒适 然后基本上会定下一些目标之后会拿这个小印章蹦蹦蹦在上面戳 然后呢他再往后的页数就是就是这种这种标准的时间轴了 因为他的因为他是个B6的尺寸的这个本子嘛 他的这个这个时间轴其实很小 嗯不太够你在里边写一些详细的东西 所以说我一般是会拿不同颜色的那个那个笔 我主要是看一下我每天的时间分布 因为时间轴的本子我每年都会买一本 他是主要是用来看时间分布 我也不是说具体要看什么事项 所以说这个本子然后我每天会有一些图图啊什么的 还是会按照这个上面的格子来记的 而且他是24小时的格子 这个就很开心 你知道为什么很开心吗 因为对于我们这种天天晚上熬夜 半夜三更老板打电话让你开会的这种人来说 好多本子他到晚上8点或者到晚上10点 到晚上10点算给你念子了 到晚上8点好多的 对于我们这种上班党来说 我们真正的快乐时光就是在8点中回家之后 你怎么能这段时间没有了呢 对于很多上班党或者上学党来说 其实你每天上学的时间都是按部就班的 你有课程表吗 然后上班的话 如果说你不是那种做项目类的 就是正常的上班的话 那你每天可能没有那么多反馈啊 没有那么多跟甲方沟通啊 这些的土度或者说你需要记的东西 那其实你白天相当于早上8 9点钟到晚上 5 6点钟这个时间他占了这么大一个东西 其实里边什么都没有 所以说如果说你是很规律的上班党 或者说你是学生党的话 我就不太建议你们用时间轴了 如果说你们是自由职业或者是做项目的 当然是要用时间轴的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画时间轴啊 我觉得上班党和学生党 最重要的是晚上6点钟到可能凌晨2点之间的这段时间 那才是最重要的时间 然后因为它24小时的时间轴嘛 那就so happy 这边是一个每月需要做的事情 这个也是我觉得比较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吧 然后这边可以写个总结啊 因为有一些有一些不能让大家看到的东西 所以说我就把这个这个横杠给给捂死了 我基本上我会在前几页放一个放一个这种就是时间的模板 就是说这个其实废掉了 我吃饭根本就哎我是多么美好的想要有两个小时的吃饭时间 但是做梦吧嗯就是个梦 这可以划掉了 我就基本上会有一些就是先这么一个一个图例嘛 就是我主要是看的是这个时间的划分 这是理想作息的做梦的不可能的 而且我这个里边是你看我我工作时间并不是说你在班上的时间 而是说你真正的在忙项目的时间 灰色的部分有可能就是就是你可能就去跟甲方沟通 或者说你你在做一些完全不是推动项目进程的事情 这个时间其实很多的 每次看到这个灰色的部分我就哎呀 愁的话你就不能把这个灰色都给我剪了 不要让我晚上加班吗 讨厌 后面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了 然后它的时间轴结束之后就是一些方格本 这个本子的内容反正还是挺挺实用的 我主要是用它来看我每天的时间安排 然后一些简单的一些日程规划都在上面 但是具体的一些项目更具体的东西 我可能就在别的本子上画了 然后包括我我自己一些就是私人时间之内的一些东西 我也会写在别的本子上不会放在这个本子上 我私人的东西会写在这个上面 基本上是我必须去做的每天做的事情 然后这个本子就是我说一会儿会给大家详细介绍的这个本子 这个是我我想做的事情 然后呢就是我的Wix 我是一个Wix狂魔啊 我每年都要用好多本Wix 这个本子呢就是全都是Cumber家的嘛 Cumber 这个坑 这个垃圾 这个垃圾纸 我真的是 不过还行 你大不了用中性笔写嘛 你买都买了也不能不用啊 这个是一个叫个人技能提高本 这么一个本 我每一年都会有好几本 这个本 就是它是我每天上班的时候也好呀 或者说是平时在上车 在坐车的时间 或者说是在出去玩的时间 我听到或者看到或者平时我上网 看到一些什么东西 我不是按照日期来的 我是按照日期这个格子 因为这个格子 我就是喜欢这种尺寸嘛 我会在上面写上一个 比方说我今天 我在哪个网站上看到了一个 某一个软件操作技巧的一个小tips 他可能说这个技巧只有一两页的东西 但是你看完了之后 有可能你会忘啊 我就会基本上把这个地方写下来 是哪个网站上有个什么教程 这个教程主要 他里边主要的步骤我会写一下 或者说比方说 我看到一个很牛掰的设计师 或者说一个什么大神 我会记下他的名 他的奏品风格是怎么样的 如果可能的话 就如果条件允许 我当时带了我那个照片打印机 或者怎么样的话 或者是我当时想起来了 我可能会手机截个图 然后打出来贴在这边之类的 然后每年都会用这种本子 一本或者一到三本吧 差不多 然后这两个本子呢 是属于额外内容 这个本子是 这个这个是我 这边是因为我发现 我的 我的B站视频更新 如果全看时间的话 就是全看我什么时候有空 什么时候更的话 他会出现一个非常 非常不稳定的一个状况 他可能说我一下 连更好久 然后或者说一下就估好久的情况 我发现我还是得把它 严格的按照时间管理来做 否则的话我真的是 就很容易出现连估或者连更 然后这边这个粉色的这个Vix呢 就是我的 饮食 前两天我发了个动态啊 也不是前两天了 反正是在我咕咕咕消失 加班之前 这么段时间发个动态 就是说那个 健康每天摄入的饮食 因为你经常叫外卖的话 这个问题还挺严重的 反正我觉得挺严重的 我觉得我 我每天已经很努力的 在试图让自己吃的很正常了 但是还是不行 还是你这个 这个东西需要监督的 所以说我这个本子 就是个人健康的本子 我可能在上面记录 每天锻炼了多长时间啊 每天走的多少步啊 然后包括我 就是 就是今天吃的蔬菜 就按照 完全按照那个健康标准 是摄入量啊 怎么样然后包括每天喝的水啊 之类的 喝水也是个问题 真讲喝水是个问题 因为你在公司的话 你很可能你就 只喝饮料不喝水 然后还有一些包括 可能是包括一些 一些一些美容方面的打卡 比方说 按照固定的频率去 去做一些 比方说做个发膜 我头发真的是已经 已经毛躁的不行了 之类的 这种这种 反正就是一切关于美容媒体 健康健身的 全部都在这个本子上 然后包括一些想法啊 包括一些 可能一些新买的一些 护肤品的使用东西啊 我都会记在这个本子上 然后我们就终于可以开始来讲 这个最让我感到快乐的本子 这个ES Diary 它是文具箱他们家出的一个本子 它这个本子有好多种内心 不同种内心 真的是可以满足你任何人的需求 唯一的问题就是淘宝上面给他卖的 这个真的超棒 我吹爆这个本子 虽然它上面写的是一月开始 但是 其实它是十一月开始的 不过没关系 不就是补两个月的那啥吗 它的内页设计是这样的 就是 我非常 我非常不喜欢 其实我非常不喜欢 每个月的计划本 它会有往前 多出来几个月 然后往后再多出来几个月 这种操作 但是也明白它的理由 它肯定是为了 比方说我第一年买这个手掌本的人 我刚入坑的人 他可能我十月份 或者十月份就要买你这个本子 那接下来的时间怎么办 它肯定是为了尽早让你能用嘛 所以说它才会有这么一个设计 但是我就不明白了 你往后延几个月是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往前延几个月 还算是情有可原吧 往后延真的不知道怎么想 它的 内页就是这样的 它的字体是 自己设计的一个字体 前面依然是 很正常的年历 然后后面呢 就是正常的每月的这种计划 我真的不喜欢那种 就是把这个全部都框起来 然后旁边还会有一些什么 日记什么 今天的心情啊 给你画几个小框框 然后在在什么今天的天气啊 给你画几个小框框 我讨厌那种特别 特别死碗的 然后这种就就很正常 然后你就包括你这个每个月 每个月的一些土度 这个可能我就 因为我的正常的土度 就每个月的代办事项 就是我一定要做的事情 我都会写在我的那个国语自我上 然后这个上面就会写 我想做的事情 就是一些想法 前面就是这样了 里边因为这个本子 我今天才刚刚收到 所以说前面也没有写 前面这个 它是从11月份开始 而且它是10到11月份 连11月份的 连10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 它也有 它这种类型 就让我觉得特别爽 因为我是原来做那种 我想做的事情的本子嘛 所以说它这个上面 就可以简单的写一下 今天的一些 随便你怎么写 反正你就看一下这个内心吧 它没有固定的时间轴 就你自由自在 你可以把 其实相当于一个 就是这才真正数版的VIX嘛 因为跟那种横版的VIX 相对应的那种 如果说是那种 就像我之前讲到的 大家是比较规律的上班党 或者是上学学生党的话 那么你的六点到 到凌晨两点的时间规划 你可以用这个本子来写 有点自由自在的嘛 这种本子 然后每一周都会有一个 to do或者是什么 但是基本上我这个to do 在我的个人想法的本子上 我这边基本上都会变成 shopping list 就是我会寄我想要买的一些东西 有的时候我真的是在家里面 或者说在单位 我看到一个什么东西想买 或者我看到一个什么东西想换 你就像我手机的那个 那个那个充电线 有一点接触不了 我就想要说 我再买一个充电线 然后这个事我就 我就估了它一个月 我就 每次看到那根线的时候 我就会想起来 可是我看不到那根线 我就忘了 但是我一直没有把它 寄到本本上 就导致这种情况 主要是因为有点强迫症 是因为我下单之后 我觉得我这个电线 我收到要 要等到一月份了 所以说 所以说我就把它 憋到一月份再写 像这种前面多余的页数 我通常会在上面写一下 就是这个本子 想要怎么用啊 的一些范例 但是这个本子呢 因为我今年刚用 这个ESDiary嘛 再用一阵子之后再说 我还是很喜欢它的 我非常喜欢这个 这个内心 就是这个内页的 这个布局排版方式 超赞 后面呢 就是方格内页了 没有什么东西 然后后面 它的这个方格页 并不是很多啊 所以说 它真的不太适合 做一个主要 主要日程的本子 你也看 你个人每天的事情多不多 就因为像我这种 会需要很大量的 TodoList或者是打卡的 这种人来说 就就有一点少 但是因为我是拆开的嘛 这边是我的想法 我的一些想法 想要做的一些项目 或者说是一些 就是想做的东西 想做的项目之类的 后面是一个记录生日的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Life Network 还有一个ID Password Personal Information 我其实 我其实特别不太喜欢 这后面这个东西 我这个List我真的是 你完全可以不用它嘛 就是就是 放在方格上啊 让你自由的写嘛 你这样的话 你占我一人哎 我觉得很不爽 不过你只要把上面 叭唧胡思 你想干嘛就干嘛 后面就是 基本上大多数 手张本都会有的 这个国际电话的 这个区号 然后包括 多少年多少岁了 还有关于各种 常见的这个 各种尺寸 各种尺寸 这些都是一些 一些单位啊 换算啊 之类的东西 然后它这个 这一页还蛮有趣的 它有一个 关于纸张尺寸的一个 全部规格的这么一个表 它会有 这是基本上是按照日本的 你像这种啊 这个上面完全就是 日本的这种 这种纸张 就可以看到它 这个纸张 到底是什么尺寸 这边是字号 呃 你的字号 打出来之后 会是什么 什么样子 可能是为了让你 我看到这个 反正我是只能 觉得它是 它是 想要你 打印东西的时候 会有一个参考吧 就你不是说 你打出来之后 你不知道这个东西多大 后面是一个 时区 时区 然后 时区的地图 这个时区还写的 蛮严谨的 就是它把这些什么 什么 多少时区 把这个这个这个 都给你扭扭曲曲 包括中间有什么小抖 在上面 搁拌一下 给你 给你框出来 我小的时候 我一直以为 时区全都是指的 笔直笔直 就跟经纬线一样指 但是后来发现 原来不是这样的 可是那有什么意义吗 看到的太阳不一样啊 但是用的时间 倒是都一样 这个就是 哎呀 丧心病狂的 日本铁 铁道图 真的是 我跟你讲 要是北京的铁路 是这个样子的 北京的高铁 是这个样子的 不是 北京的地铁 要是这个样子 我就风球了 第一次 第一次 当年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 看到这个地下铁图之后 就是不是地下铁 这还不是地下铁 就是看到这个铁道路线图之后 我真的是 哇 头都大了 瞬间就脑中 一片空白一蒙 我宁可选择 我走几公里 我都不想坐地下铁的 这种感觉 怎么有地下铁 那个不是地下铁 那不是那个铁道 这个是地下铁 哎 你看这个丧心病狂的 你看到这个 不觉得头疼吗 我真的觉得 这反人类啊 真的不会塌吗 对 它不光是底下 好了 2020年的